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半导体库存压力锅于2022年中正式炸开,至今已调整了一段时间,近来供应链陆续传出零星极丹的好消息,似乎让产业氛围见度暖意。 不过,目前,业界对紧急看法仍不一,多数共识今年第一季将是营运谷底,第二季有机会好转或跌幅收敛,下半年迎来复苏。 也有部分悲观人士认为,考量终端需求依然疲弱,即总经环境不确定性,这波复苏恐会比过去来得温吞许多。 回顾过去,半导体产业紧急循环,大约每三至四年会有一波库存调整,时间约二至三计。 而这波库存调产在2022年第二季就出现迹象,年终正式炸裂,以此推估,约会在今年上半年回到正常。 这也大致吻合台积电所预期的,半导体供应链库存将在2023上半年大幅降低,以平衡到更健康水平。 随库存逐步减压,进来整体供应链确实陆续有比较好的消息传出。 一部分是因为半导体库存调整已进行了一段时间,客户理所当然会有小幅库存回补。 另一方面,中国解封后所带动的需求也推了一把,尽管目前这块效应还相对不明,但也让即将到来的五一六一八购物节增添更多想象。 以近期来看,除了瑞育、盛群、连勇等IC设计业者获得机单外,岛线驾长长科也说,消费性电子已调整了6G,目前已有机单。 封测大厂晶圆店则看到Wafer Bank晶圆银行在逐步释出,库存天数出现下降的趋势。 从价格来观察,过去一段时间,半导体供应链一度陷入价格僵局,市场也担忧会让库存去化时程拉得更长。 不过,近来业者普遍都有让步妥协,对比中国二三现场,无差别大砍价,台湾晶圆代工业者则多寄出变相降价措施。 目前,台价手稳,只要客户愿意多投片,就基于免费晶圆或价格优惠,这也有利于市场加速去化库存。 针对杀价竞争疑虑,半导体人士则认为,现今时空环境与过去截然不同,以往做生意,使价格当道,产品具备一定质量就好,现在则要加入地缘因素,并不会单看价格就贸然在中国下单。 随美禁令效应延烧,近来国际大厂考量中国产能的不确定性,确实持续进行分散供应链,取中化态势依然鲜明。 英特尔其中,就受到较大影响,因收入和利润快速下降。 英特尔不久前表示,正计划削减整个公司的管理层薪酬,执行厂基辛格的基本薪酬将调降25%,英特尔执行领导团队的基本薪酬将调降15%。 英特尔近年来一直低迷,尽管采取了人员精简等削减成本的策略,但在PC市场疲软和AMD竞争加剧的情况下,预计2023年第一季度仍将继续亏损。 近日有PC制造商消息人士透露,英特尔将再次推迟在台积电300米晶片订单。 PC行业人士表示,近年来,英特尔的制造工艺和PC平台蓝图频繁修改,产品上市延迟严重打乱了供应链的产销计划。 消息人士称,英特尔与台积电在300米制造方面的合作将推迟到2024年第四季度,为AeroLake制造GFX Tile,并补充说Panther Lake和Nova Lake预计将在2025年第三季度和2026年分别推出。 消息人士表示,今年全年个人电脑市场预计将保持疲软,即使英特尔推出的主要产品也可能无法刺激需求。 尽管台积电被英特尔再次放鸽子,但N3节点作为台积电在3奈米制成的首个工艺,或许产能很快就会爬升。 为了在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,苹果公司已经将台积电的N3晶片供应全部占为己有。 今年苹果将带来A17 Bionic和M3晶片,都会选择采用N3工艺,其中前者将用于iPhone 15 Pro和iPhone 15 Pro Max,后者则用在第四季度推出的新款MacBook机型上。 这家台湾晶片巨头去年底宣布,在其位于台湾南部科技园的新Five18工厂大规模生产300米晶片。 据Digitimes报道,有供应链的消息人士表示,苹果已获得了台积电N3工艺的全部产能,进一步巩固了旗下晶片在半导体工艺方面的领先位置。 消息员没有透露具体的金额,不过苹果很可能同意了台积电的涨价要求,以溢价支付获得了目前全部的工艺。 由于英特尔延后了部分晶片的计划,苹果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去争夺台积电N3工艺的产能。 另据电子时报援引供应链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,苹果公司已经100%供应了N3,据说这种产品的产量很高。 这家总部位于加州的巨头,在这一领域通常处于领先地位,因为其A16 Bionic也是第一款,采用台积电4nm技术量产的iPhone SOC。 目前电子消费端市场低迷,考虑到苹果的iPhone和Mac电脑销量能达到数百万台,让台积电将整个N3供应分配给其最赚钱的客户,将是一个谨慎的商业决定。 然而,高通和联发科据说是下一个目标,但该报告没有说明是否将使用相同的N3技术大规模生产骁龙8 Gen3,据称该技术的发布时间比骁龙8 Gen2早。 很快台积电,就会公布第二代3nm制程节点工艺,也就是N3E已获得更多的客户,包括高通和联发科。 至于3nm工艺,它比4nm工艺提高了35%的电源效率。 这表明今年,iPhone 15 Pro和iPhone 15 Pro Max可能会再次在效能上领先于它们的直接前辈。 与此同时,三星很努力地想提高3nm GAA工艺的产量,以吸引客户离开台积电,但似乎成效不大,暂时没有任何的进展。 虽然曾有报道称,已经有多个客户对三星3nm GAA工艺产生兴趣,用在未来的产品中,不过即便有异象也不会马上生产,大量交付的时间最早也要等到2024年初。 总的来说,对于更普遍的晶圆代工业者来说,IC设计公司在极单效应下,有机会提升投片力道,加上美中冲突、未见、缓和迹象,相关转单效应只增不减。 因此,市场突边预期台湾晶圆厂第二季业绩降温幅度,有机会比预期来得收敛。 封测厂部分,随着Wafer Bank下降,客户回补库存,第二季业绩可力拼出底回升。 值得注意的是,部分业内人士认为,极单需求确实为产业注入一丝暖意,但极单毕竟是极单,并不代表长期订单承诺。 考量当前全球经济衰退一律,终端需求不振,客户地盐订单及各种大环境变量,现在还不到迎来全面复苏的时刻,今年趋势上可能会是逐迹、温和地变好。 整体来看,车用,公控晶片虽不在全面大缺,但需求仍稳健,而消费性晶片大约在谷底,也有一些如网通、TV等部分集单需求, 加上库存逐步去化。因此,半导体厂今年多以下半年比上半年好为目标。 长期来看,景气本有起落,业者依然看好电子产品半导体含量增加及AI、车用等新应用趋势,并期待2024年可重返荣景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,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,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,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